那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报告的一个主题 可能是一个量子算法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主要说讨论非图优化 那这个可能我们我们要先简单讲一讲 说这个这个非图优化 这个non-convirtual optimization大概是什么 然后以及量子对这个是一个帮助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这个是在这个优化范畴内的 那这个优化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学问题 那我们可能讨论说一个n位的一个函数 那就是可能从一个n位空间 rn然后映射到一个r 我们可能那边来讲 就讨论一个十函数优化这样子一个问题 优化的话呢 我们可能这个目标来讲 我们就是取一个x 然后使得就是说你可以去 可以去最小化 当然你要是说最大化的话 也是一样的 你可能取个负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最小化最大化 这个倒没有特别本质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讨论这样最小化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是个非常 基本上是非常标准的一个问题了 那可能比方说 像在这个应用数学啊 运筹学啊 然后熬物理和计算机科学里面 这个应用呢 都是非常广泛的 就是说这样子一个优化的问题 那可能我们比较关注啊 因为我可能是希望是说 比方说像优化啊 包括很多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啊 有一些理论上求解的一些保证 就比方说像这样子优化问题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的多快呢 比方说在这个 多少的这个时间内 我们是不是可以 一定可以把这个问题给做出来 对那这个的话 可能是今天所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方面呢 其实之前就是说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 那其实像在这个 比方说理论计算机啊 运筹学 然后包括应用数学里面 其实大家是讨论的非常多的 那其实这个里面 可能比较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个结论 其实就是这个突优化啊 那这个突优化的话 这个所谓就是说突优化 就是说你这个函数 f是一个突函数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突优化的问题 是可以在多相式时间内 进行求解的 那具体来讲 当然是说我们可能也 需要对这个问题稍微都有一个模型 因为你比方说 我就是给你一个f的话 那你怎么样去输入这个函数呢 那一般来讲的话 是说我们可以允许一些query 那就是说你 你了解这个函数的方式 是说比方说 我对某一个点的值感兴趣啊 可能我对x这个点 函数值感兴趣啊 然后你告诉我fx的值 那这个是一个很 很标准的一个事情 然后那就是说我们 实际上讲的是说 所谓一般的这个突优化 那就是说你有这样子 一个query的一个模型啊 就是说你 你告诉我一个点 然后告诉你对应的函数值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有些啊 比较常用的一些方法啊 比方说像这个椭圆法啊 内点法啊等等啊 这个都是啊 优化方法里面非常标准的方法啊 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 对突优化的问题进行求解 那这个方面 比方说其实啊 所谓说到这个多项式时间 那可能更具体来说的话 那那就是说比方说 因为可能你完全要精确的求解 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比较难的 但是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比方说求到一个 差不多就是跟你这个最小值 差ε这么多啊 你可能比方说求出来 这样的一个todex 那你可能是不是就 基本上就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基本上接近了 这个最小值 其实是 这个多项式的话呢 就是说关于这个尾数n啊 还有就是说 它这个关于精度 还是可以做的比较好的 基本上可以做的 关于这个精度的话 就是log这个e除ε 这么大的一个 多项式的一个关系 基本上如果是一个log的话 那可能很多时候就 就把这个东西啊 就就省掉了 基本上 因为它确实也是 就比较小的一个项 那可能现在有的 这个最好的一个工作的话 那可能比方说是这个 lease it for one pilot 这个是18年的一个工作 经典算法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 它的查询复杂度 就是说它问你这个 就是说你可能需要了解 多少个点 这个函数值啊 然后它大概需要 是ON方的这个query 然后在此之上的话呢 大概需要 under力方的一个处理的时间 然后你就可以啊 把这个图优化的 这个问题给做出来 就是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对啊 但是现在发现的话呢 其实可能我们想去 不断的往前去推进 就是说你比方说像这个优化 也有更多的这个问题 包括其实可能我们今天 主要讨论这个飞途优化 那当然比方说 我们是做量子计算的 那我们可能希望是说 你这个量子对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假设的话呢 是说我们啊 还是说你可以去 以外来这个函数 就好比说经典量 最自然就是说 你给我一个x 我可以告诉你fx的值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量子来说的话 你也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但是就是说你可能 能力更强了一点啊 就是说你可以啊 就是你可以叠加去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的话呢 当然来讲是一个啊 非常标准的一个假设了 因为基本上我们讨论说 你可能啊 一个什么问题的一个量子算法 那那基本上就是说 可能相对于经典的一个版本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允许啊 你可以啊 叠加着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看一看 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的话呢 那你可能这个量子计算啊 求解这些问题 是不是可以做更快 对 然后实际上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想象说 你经典来讲 然后你去啊 做这些事情的话 实际上那你可能 比方说 你这个函数F 可能也是通过一些四则运算去做的 那我们量子来说的话 当然你也是可以通过四则运算啊 去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出来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可能我们为了啊 讨论这个方便 或者总体来讲 其实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像这个事情的话啊 对于对优化这些问题的话呢 其实它总体来讲 还是比较鲁棒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啊 不妨假设说 你这个地方 这个啊 这个Oraq 这个F 还是比较准确的 可以去算出这个函数的值的 然后实际上的话呢 因为你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是通过比方说像啊 它你也可能 比方是通过像四则运算的 计算这个过程 那你在量子计算机上 当然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经典能算一个函数的话 那你对用在量子计算机上的话 你当然来说的话 你也可以啊 原则上来说 你也可以给大家去做类似的运算啊 所以这个其实Oraq的这个假设 我们可能就是说justify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还是一个比较标准 然后也是可能 我今天这个报告的话呢 可能所主要采用的一种quantum Oracle 对 那就是说 基于这样子的一种quantum Oracle的话 那其实之前关于2U化 那也是有非常充分的一个研究的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可能像你有这样子一个Oracle 那经典来讲的话 可能关于它的这个查询啊 是一个N方啊 然后在此之上的话的一个计算复杂度 额外的时间复杂度的话是N的力量 那之前关于2U化来说的话呢 量子制造是大概在ON的一个 一个query的一个花销的话呢 然后再加上啊 还是同样是N的力量的一个时间啊 就可以做2U化的一个问题 这个之前也是啊 比较重要的一个量子计算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可能今天就是说 我们要在U化方面去进行延伸 因为实际上2U化的话呢 总体来说啊 这个还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情况啊 但是现实中呢 可能它很多问题 它不是2的 因为比方说我们可能 比方说画一个函数的一个landscape啊 就是比方说可能 比方说这是 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维的一个函数啊 就是说它可能定义预示一个XOY轴 然后可能比方说Z轴 是表示这个函数的值 如果你这个函数是一个2函数 那它就得长得比较好看啊 那可能比方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啊 那这个呃 比方说一个凸函数的话呢 它总体来讲数学是性质是非常好的 就是比方说我们说凸函数 它的这个呃 我们可能知道有这个局部最优 或者全局最优这样子的概念啊 那它其实都一个凸函数来说的话 都没有这个区别 因为它局部最优化就是全局最优 它可能只有最中间这一个点 它是最小的 基本上是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啊 现实中面临的很多问题 比方说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啊 你比方说机器学习里面 那它其实可能 你比方说你训练一个什么神经网络 那它其实可能你这个参数空间 它是啊 它都不是说不凸 它是非常不凸的 其实可能比方说 它的参数空间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局部最优 比方说这个地方 还像这个啊 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一些局部最优嘛 其实对 那这样子的优化问题 其实就是比复优化来说 要总体来讲是要难很多的 啊 当然另一个方面的话 其实比方说啊 像我们刚才提到 可能尤其像机器学习 特别你这个神经网络训练里面 啊 你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些 一些landscape 啊 但是机器学习里面的问题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其实它很大的一个特点 因为大家都讲大数据嘛 它就是个为数非常的大 其实 但是呢 其实你比方说 可能我这个神经网络的准确率 比方说我做的98% 啊 那可能也还行 其实你可能不一定说 你这个epsuton 实际上是要做的特别特别的精确 啊 所以实际上这些年啊 就是这个优化方法发展的一个趋势 是说 我们还是希望啊 就是说你可以处理比较高维的问题 但是你可能这个error啊 它其实可能相当是epsuton 它不是那么的重要 或者说我们可能从这个复杂 这个复杂度的这个表示来说的话 那可能之前比方说 像图优化的一些结果啊 可能比方说 它基本上是关于n啊 它可能是一个多向式的一个依赖度 然后可能比方说 关于1出于epsuton 可能比较好 还是polylog 对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希望是说 如果我们追求 说真正可能比较实用的一些优化算法的话 那可能比较好的是说 可能你关于这个维数啊 它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对数的一个关系啊 但是一个epsuton的话呢 可能稍微大 你比方说 它是一个多向式的关系 那这样可能也可以啊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都是log的话呢 这个不太可能啊 这个是呃 这个是不行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们可能主要讨论的 或者说 现在其实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些油化算法 基本上都是可能关于维数是一个啊 一个一个log的一个关系 然后关于1出epsuton 它可能是有多向式的一个关系 那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关于维数这个依赖度 它比较小的话呢 那一般来讲啊 可能这个就叫做一个dimension free method啊 就基本上 它这个关于维数的依赖度 就是比较小 基本上是 那我们可能这个说的 都是说比较大概的 就是说一个想法啊 就是说我们可能 希望找这样子的dimensional free method 啊 那比方说最自然的 dimensional free method是什么 啊 那其实说这个油化法 也最有数能想啊 那其实就是比方说 这个梯度下降法 啊 那这个梯度下降法也很自然嘛 因为就是说 你可能你你迭代而去做啊 但你在一个点的话 那你说我可能 接下来我去看哪个点 它是不是可能含蓄值更小一点 那你当前这个点 它有一个梯度吗 那你可能想是说 你沿着个梯度往下走 那你这个东西 应该大体来讲是下降的 这个基本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质 就是梯度下降法 基本上 当然这个地方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就是比方说 你怎么样去选你这个学习率啊 就是选你这个ETA这个值 但是这里面 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就是比方说 如果我知道 我这个函数是比较光滑的来说 就是说可能 比方说这个函数 它是L smooth的一个函数啊 基本上来讲 就是满足这样子一个定义的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我知道 它是足够光滑的 那你基本上这个ETA 大概是取 比方说它是L smooth的话 你基本上取E除L 那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取法 然后在这种取法 下面的话 它的迭代的部署 大概是L除Epsilon方 这么多次迭代的话呢 那你就基本上 可以到一个 梯度比较小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这个地方的梯度的话 它就是小一点Epsilon 那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可能函数 函数这个本身 就是你算是函数 一般来讲 叫做一个零解线息 然后你求这个 这个梯度的话 它相当于一个 多维函数的一个一节导 其实是 那这个来讲 一般叫做一个first order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first order 这个地方 它小一点 Epsilon 这个来讲还是 就比较小了 它一般来讲 就叫Epsilon近似的 一个一节稳定点 这个Epsilon approximate first order stationary point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 梯度下降法呢 你就可以达到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们可能 要问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 这样子的 它到底来讲 是不是足够好的 就是说 对于非图优化来说 我们是不是一个 一节的一个稳定点 就足够了 其实来说的话呢 可能对于非图的问题来说呢 可能这一点 它就是不够的 因为会有一个 什么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会有一个安点的问题 就比方说 我们想象说 比方说我们从这个地方 可能我们做梯度下降 那你沿着这个地方 做梯度下降 你可能坐着坐着 你就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确实很好 因为你这个地方 它的梯度确实是零 但是你这个算法 其实它就走不动了 其实就是 它就会被卡在安点的附近 那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说 现在可能比方说 像神经网络训练 包括可能很多各种各样的优化问题 会遇到的 就是说你其实 你本来来讲 你比方说 我像比方说我在这个点 那你其实它明显是有这个 更可以让它往下的一个方向 但如果你只就算这个梯度的话 你可能就卡在这里 这个的话 你就是很难 就是说去 再往下去走 那这个的话 实际上基本来说是 非图优化最重要 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之一 就是说你基本上 你很容易被安点卡住 但实际上 你看像这样子的优化问题 其实明显 这有明显的更小的一些 函数值的一些地方 所以基本上的话 就是关于非图优化来说 或者说我们 像总体来讲 这个问题做的比较好 可能比方说 我们到一个局部最优 甚至全局最优 那基本上 就是说可能我们要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叫做这个逃离安点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 就是说我们会被这些 安点给卡住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对于很多 就是说机器学习中 常见的一些问题的话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其实它可能很多的时候 就是说 其实局部最优 当然可能很多问题 它可能全局最优 确实是非常难 就是说会非常好的 但是基本上 很多问题来说的话 局部最优 和全局最优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但这个安点 基本上来说 都是非常suboptimal 就是说离你可以 优化的这个值 来说的话 实际上是差很多 因为顾名思义 你比方说像 类似这样的这个安点 你比方说这个安点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你在这一个点 它有 你可以就是说 再往上走 也可以再往下走 或者说可能 比较精确的 用数学来说的话 那你可能二阶岛 就是你这个海塞取阵 它可能是既有正的 特征方向 又有负的特征方向 那这种情况 是一个安点 但你既然叫一个安点 你顾名思义的话 它有负的特征方向 那你明显 还是可以再往下走 就是你其实 还是可以再下降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安点 它是非常suboptimal 就是说离你能解的 这个优化 做的比较好 其实一般来讲 都是差的比较多的 但是很不幸的话 对于很多这个问题来讲 它这个参数空间来说 这个安点 都是非常广泛存在 然后当然就是说 很多时候 你基本上你做到 就是说这个全局最优 又是非常难 基本上很多时候 做的全局最优 都是至少是NP难 或者是甚至是更难 对 所以基本上呢 就面临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综合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非图优化 就是我说的这个第一步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要做到逃离安点 所以你逃离安点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可能 对于这个一节稳定点啊 那么我们可能觉得 就是不足够的 那基本上的话呢 对于非图优化来说 最可能比方说第一步吧 或者说很多问题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我们可能 至少要做到一个 二节稳定点 那什么叫做一个 二节稳定点 那就是说我们不但啊 就是说你这个点的T度 要小一点epsilon 而且与此同时呢 我希望它的二节信息 可能一节是函数 二节就是说它的T度 那是零节是这个函数 一节就是说它的T度 然后二节的话 就是它的海赛矩阵 我们希望它的海赛矩阵呢 至少是一个比较 接近半正定的一个矩阵 它可能比方说 如果你exactly要求 它是一个半正定矩阵 那意味着它就是一个 局部最优了嘛 其实那可能 你精确到一个局部最优 它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比方说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至少 近似的我们到一个 就是说二节稳定点 那可能你这海赛矩阵 比方说它比较 接近一个半正定矩阵 就是说可能你这个 它最小这个特征 可能比方说 也是比较接近零的 它可能会稍微负一点 那比较接近零 这个地方可能稍微 我可能还要稍微说 就是这个 我们可能比方说 总体来讲 我们这个地方考虑的函数 相对来讲比较光滑 因为如果你是函数自己 它都不太光滑 抖动的特别剧烈的话 那是比较难去定量去研究 就是说你可能 是不是逃离安点 或者说你能不能 到一个局部最优 抖动太剧烈的函数 不大好研究这个事情 所以一般来讲 假设一个光滑性 那可能比方说 我们假设了函数 可能它梯度是有一个 Lipschitz的一个性质 那可能比方说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假设它的海赛矩阵的话 也是有一个 Lipschitz的一个性质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 我们就是数学上 去写成这样子一个形式 也给大家想象一个 比方说一个泰勒展开 那你一个泰勒展开的话 实际上 比方说我们可能一阶项 比方说是一个epsol 可能二阶项 比方说是一个 这个东西乘以一个 delta x的平方 除以二可能是 基本上来讲 这个的话 其实它就是其次的 但是一个其实一 就是总体来讲 你可以比方说 这个东西小一点epsol1 或者这个大一点 负epsol2 那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可能 为了结果的形式 或者其实你基本上 做一个故意化处理之后 它大概来讲 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 这个地方稍微写的话 就可能表示大于一个负的 这个刚好下肉 什么epsol 那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棒 对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么特别是说 可能像量子计算 对于这样子一个问题的话 是有多大的一个帮助 对 桃利安点问题 那基本上 这个桃利安点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说 基本上是 这些年这个优化 理论上研究的是 最多的问题了 基本上 非图优化里面 这个基本上最基础的问题 然后像这些文章的话 基本上可能每一篇 有用量都是几百到上千 基本上是 那具体来讲的话 我们非常可以想象的是说 因为我们是说 要做到一个二阶稳定点 那可能很自然的 基本上我们可能 如果你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在这个点 你比方说 它的一个海菜矩阵 那这个可能 比方说在优化里面 如果是用二阶的这种信息 它最自然的上次是牛顿法 比方说 那基本上是你用这种牛顿法 或者说可能一些牛顿法的 一些改良的版本 基本上大概的话 可能是1除以Apple的1.5次方 你就可以做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优化效果 基本上就是可以 做到一个二阶的稳定点 但是基本上 可能后面比较重要的一些 特别是比方说 像基尺等人 这个工作 它其实就会有一个 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它发现基本上 其实 即使你要做到一个 二阶稳定点 因为二阶稳定点 其实是在了海赛矩阵的 一个信息 就是一个二阶的一个信息 它其实来说 我们也只需要用到梯度 因为梯度就是一个 一阶的一个信息 我只需要一阶的梯度信息 我就能通过一些 好的一些算法的设计 使得它可以做到一个 二阶的稳定点 然后与此同时的话 那基本上是一个 dimensional free的一个算法 就是它基本上 时间发酵 大概是logn的四次方 属于epsilon方 后面的话 其实epsilon的这个 这个依赖度 可以再做到稍微好一点 就可以做到epsilon 1.75次方 那logn的这个方式 可能可以稍微会大一些 对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 像经典来说的话 这些算法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趋势 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 是越来越简单 因为其实你确实可以 比方说用牛顿法 去做这些问题 你比方说你用海赛矩阵 你去算这些事 但是大家可能很难听说 比方说一个 就是说基地学习里面 大家用牛顿法来调参 或者说我们用内典法来调参 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是因为实际上你像牛顿法 你比方说我有一个海赛矩阵 摆在着 但你这海赛矩 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N维的问题的话 它就是一个N车N的一个矩阵 但是很多时候 它这个N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值 其实是可能比方说几百万 或者是上千万 那这个的话实际上 你比方说你像牛顿法的话 你可能需要在求它的特征项亮 什么 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它可能比方实际上 至少是N方怎么办 你可能把整个居住都得过一遍 可能都不止N方 那这个的话 其实就实在是比较昂贵的 这个也是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大家愿意用T度下降法 因为你基本上就是 为数的一个依赖度的一个关系 然后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实际上现在 关于这个飞突的一些问题 算法设计的话 它总体来讲追求 就是说希望我们用的 Auricode的话 是越来越简单的 基本上是用的T度的信息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二级的这种 就是说可以二级的一个稳定点 那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这些文章的话 其实都是一些经典的 一些算法的一些结果 那我们稍微说一说 我们这个量子算法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量子算法的一个结果的话 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Auricode更简单 因为你经典来说 是用的一个T度 其实我们量子来说的话 我们只需要evaluation 就是我们只需要去 算这个函数就可以 当然我还是需要强调的话 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函数 我们知道它是有lipsis性质 就是说它还是足够光滑的 就是它一阶岛和二阶岛 就是说这个T度和Hashen 它都是有lipsis的性质 我们知道它是足够光滑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 我们用这个Oracle 就只需要这个evaluationOracle 就只需要这个灵界的一个 但是量子的这种灵界的 这个Oracle的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这个复杂度的话 相对于经典这个n的话 也是有一个平方的一个加速 因为经典可能比方说 金池等人的一个工作的话 可能比方说是logn的四次方 或者logn的六次方 但基本上我们epsilon的话 还可以跟它是差不多的 可能epsilon1.75 但是我们这个n的话 是可以做到logn的 就是说这样子一个结果 所以说来的话 基本上关于像这些 这个经典的这些dimensional3 最近的这些方法的话 其实是关于为数的话 还是有一个多相式级别的 一个加速的 然后与此同时的话 我们其实用的这个Oracle的信息的话 实际上是比经典的这个Oracle 还有更简单 因为经典你可能 像金池等人的话 他们是用的这个t度 当然我们只需要用量子的这个零解 就只说evaluate 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 这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结论 那当然可能我今天报告 剩下的内容的话 就是讲我们 怎么样去做到这个事情 OK 那我们去讲 做到这个事情的话 实际上我们采用了一个主要的方式 也是说其实现在优化算好 大家可能讲到比方 如果可能各位老师比较熟悉 计算机这边的话 其实可能像机器学系里 比方说神经网络里面的调杂 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常用的 比方说是像这个Adam 或者说这个Adagrad 它基本上是各种 比方说自适应的一种 随机梯度下降的一种方式 基本上 当然可能如果在讲 比方说自适应 或者说展开讲 现在就是说真正 就是说工程里面 大家会用优化算法 这个可能细节就比较多了 但是它基本的设计思想 其实说引入一些随机性 或者说从理论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是讲这种 带扰动的梯度下降 那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个扰动呢 那其实它主要原因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比方说我们仔细去看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安点附近 那我们如果说最 做最这个传统的这个梯度下降 那你可能做一做 你会发现这个和不幸 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你再做这个到这个点 那你基本上的话 你这个梯度就走不动了 其实 那你可能稍微 你即使从一个别的地方去走 但是因为它这个曲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做一个梯度下降的话 它基本上还是会到这个安点 那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不太好的 但是比方说 如果我们可能比较合理的 可以比方说我们施加一个扰动 你比方说假设 我感觉好像我到一个安点附近了 那我稍微晃一下 那你比方说假设我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的话那就很好了 那你在这个点的话 你再做这个梯度下降 那实际上你就出去了 所以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这种带扰动的梯度下降的 实际上是对于 你这样子的飞途优化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当然这个地方也是涉及到一些 比较细节的一些问题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做理论分析的时候 需要稍微小心一点 实际上就是比方说 如果你这个扰动半径过于大了 那你比方说 如果你从这个点都扰动回去了 那这个恐怕也不是你想见到的 但是如果你比方说 你这个扰动半径过于小了 那好像你都不太动 那你比方说你稍微动一点点 那你可能再需要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这个 剧度下降的话 你才能离开这个点 所以这个的话呢 可能也是不太好的 基本上就是比方说 你这个扰动半径的话呢 你可能要有一个学问 就是比方说你选多大一个扰动 你去数元上怎么样去分析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讲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结果 经验上的话 你可以比方说 你可能稍微比方说放大放小 然后你试一试 然后可能看他比方说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但是理论上的话呢 就是如何合适去选取啊 这样子的一个扰动半径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那这个是一方面 那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点 你比方说我就在这里用的时候 我可能施加一个扰动 那你如果去扰动 或者你如果去啊 比方说探测暗点这个附近 它的这个空间啊 那这个事情也是很有学问 然后包括像剧度下降这个事情啊 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有改进空间的啊 那这个事情都是有很多啊 可以去讨论的一些点 基本上的话呢 像这几个点其实都不只是说 因为我们是做一个量子算法需要去面对 而是说其实相关的这个经典算法 就需要去面对这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是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能其实就是啊 先介绍一下像经典啊 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啊 金池等人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那个表格里面提到了啊 这个经典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在梯度下降里面啊 这个是可能啊 倒是相对比较啊 教科书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说有这个Nasteroff的一个加速梯度下降 他还挺有物理直觉的啊 基本上就是说你可能 如果只是说这个x的这个下降 那你可能梯度下降 他会就一点一点往前走啊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 你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是说 我我设置一个速度向啊 基本上就是说我是啊 就是交错着去啊 这个啊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我每次你可能这个速度 或者理解为这是一个动量啊 基本上可能就是说你本次和前一次啊 这个位置之间的一个差啊 那你这个基本上大概来讲 你就得到了一个速度向啊 基本上我是通过每次 我去啊走这个速度向 然后再算去啊 再算你到的这个点的一个梯度 然后不断的这样 就是说通过x就是这个位置啊 还有这个速度 这样子一个迭代的一个方式啊 你做这样子一个加速梯度下降啊 实际上他发现这样的一个加速梯度下降 比你就是最原始的 不断去求梯度的话呢 实际上是要快的 那基本上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啊 即使等人他们的工作呢 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分析 然后他们采用的一个扰动方式是什么样的 这个也是很自然 因为你比方说你在一个点 它梯度比较大啊 那你就不用管了 你往下走就行 因为你梯度比较大的话呢 基本上说明你这东西还是带的动的 你就往下去啊 下降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你比方说 如果你梯度比较小了 但是你可能啊 你又好久都没有施加扰动啊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警醒啊 基本上是说 因为你有一段时间梯度比较小了嘛 那就是说明你很可能到一个安点附近了啊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啊 你就施加一个扰动啊 就是说你可能基本上落个n步啊 你没有施加扰动 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梯度而且还比较小 你就施加一个扰动 然后这个他们这个文章做了一个比较仔细的一个分析 发现对于经典算法来说 这个半径还真的不是很好取 基本上数学上的话 大概比较过得去 基本上取epsin的数据落个n的五次方 基本上这个就是算出来 基本上这样子一个扰动半径的话呢 然后发现是说确实可以保证理论上的一个 总体来讲你在这个加速梯度下降的话呢 它总体来讲的一个能量 所以能量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F当做一个势能 然后把这个V的话当做一个动能 就是你总体来讲能量的话 你采用这样子的方式 它就是可以啊 一直保持下降 基本上的话呢 它这个关于epsin的一个收敛率的话呢 大概就是一数epsin的1.75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说 因为因为那每格落个n步 你也没有必要总去扰动这个事情 但你基本上每格落个n步 你去做一个扰动 然后它每次的话 你这个扰动半径基本上是这么大 所以基本上最后的话呢 它算下来的话呢 它的这个总体来讲的一个花销 大概就是log的六次方出 epsin的1.75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啊 就是对应着一个经典算法啊 设计的一个想法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 我们这个workshop啊 重点讨论也都是量子计算的各个方面 那我们可能讲是说 比方说像量子算法啊 在这个方面 比方说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想法 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注意到啊 就是说像 其实总体来讲 就是说想得到一个比较严正的一个理论分析 经典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瓶颈啊 就是一个bottle neck 基本上是说 可能你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扰动 就是说大家可以概括到这个事情的一个直觉 说你可能卡在一个暗点附近 那我们可能施加一个随机的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噪音啊 我们比方说 扰动到另一个点 我们再去下降 但主要是这个事情 可能它不太那么好做啊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我们如果比方说 想从量子的角度去观察 或者说可能比方说从 好比说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 它其实啊 这个也挺动力学的 那你其实比方说 从量子力学去考虑这个事情啊 其实我们说逃离暗点这个事情啊 它其实就是想比较就是说 讨论那种比较差的那种landscape啊 就是说的可能这个地方啊 比方说它不是那种局部自由 或者全局自由 而是说一个暗点 那我们去讨论了比较差的landscape 那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像 量子力学里面的 这个量子碎川的这个现象啊 其实是 那量子碎川讲的是说什么 就你比方说 如果你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机械波啊 然后你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室内 那你可能一个经典的一个机械波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得翻过这个事情 然后你才能到右边啊 但是你比方说 如果你这是一个量子的一个室内 然后你在演化一个虚定方程的话 那你可能你左边一个这个啊 在虚定方程演化下的一个波函数呢 可能就以非常不平凡的一个概率啊 就是你可以从左边到右边 对那这个事情的话呢 其实是啊非常的启发我们 那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呢 如果比方说啊 大家可能因为我今天这个报告 其实啊讲各种复杂度啊 还有各种这个 包括可能有些算法的一些细节 可能也是啊稍微一点复杂 但如果大家比方说 就是我这个报告一句话总结啊 那基本上来说 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啊 虚定方程演化这个事情 把它给算法化啊 基本上我们就是把这个事情 给算法化之后呢 其实相当于就是 我们去相当于做了一个量子的模拟啊 因为你有这样子一个是函数嘛 我们就是考虑这样子一个虚定方程 那你这里面这个是函数 就是你要优化这个函数F 基本上我们就啊 通过一个量子模拟算法的一个方式 我们演化一个虚定方程 然后用这个方式来逃离岸点啊 发现有比较好的一个理论的效果 如果总结的话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对那可能我们稍微具体一点 去说一说吧 那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岸点的附近 因为这个岸点附近啊 基本上还就是说 我们可能这个一阶岛和二阶岛 其实总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啊 所以这个至少这个梯度来说的话呢 它是啊很接近零的 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三阶级以上的话呢 它这个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当然后面我们可能也要再 再说一下这个事情 但总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在一个岸点附近 你这样子一个试含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二次型来比较好去近似的 当然就是说二次型相关的这个 比方说如果我们有一个虚定方程去演化 然后它这个式类 是一个二次的一个式类 那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旧科书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量子的一个 斜阵子 基本上是 这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啊 去稍微写一下 那具体来讲 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这个式类啊 你这个式类FX 比方说是它是 或者说因为二次的话 我们可能它有一个特征根 比方说可能这个啊 这个lambda倍的这个二分之一 X方啊 这个是一个比方说这样子 一个一丝的式类 然后你其实来讲的话呢 你演化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正态分布啊 就这样子一个标准的这个高斯波包啊 你演化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你在这样子一个量子一个斜阵子下面去演化啊 实际上就是数学上不难证明的话呢 实际上你演化之后 你这个波包一直是一个高斯波包啊 只不过它的方差是要变化的啊 就是lambda等于零的话是比较特殊 但是基本上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lambda大于零啊 基本上就是说啊 你相当于有一个式类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就会啊 基本上的演化型 就是说你这个高斯波包 他基本上这个方差就是像一个三角函数一样 他基本上在这个里面打转转 基本上就是这个 这个方差基本上来说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时啊 但如果你这个lambda小于零啊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弥散的一个现象啊 但是基本而且就是说比较有意思 说这个弥散的速度 基本上是一个指数大的一个一个一个速度 基本上就说你这个方差 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抱歉啊 就是说一个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啊 再增加是一个指数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情况 对啊 基本上就是有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这个也是啊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想去利用的啊 因为基本上啊 你在一个安点的附近啊 你基本上比较接近一个二次行啊 但是基本上你可能啊 你在这二次行的话 你有一些正的一些特征向量 你有一些负的一些特征向量 你可能在正的这个方向呢 你就是比较像是啊 被这个斜阵子啊 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就做一个啊 这种减斜振动啊 基本上像一个三角函数一样 那你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负的话呢 基本上就演这个方面 是非常快的一个弥散啊 基本上我们就是啊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然后我们来去做到 比较好的一个优化效果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实际上啊 就是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 当然我们可能啊 讲一下这个还是啊 稍微有一点抽象 那我们来说 其实啊 它到底来讲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啊 基本上这个原理就是说啊 就是说你在一个安点的附近啊 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安点嘛 然后我们实际上 关于这个安点的定义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threshold 就是说如果你说这是一个安点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说 它有个特征还是比较负的啊 基本上就是可能小于负的 这个观察下肉成epsod啊 就比方说可能是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基本上你这个弥散啊 他来说的话呢 那他是啊 他是比较快的 就说基本上你啊 因为你可能在这个 有一个比较负的一个特征 就即使你其他的方向 都没有特别帮到你 但因为你这个方向比较负 然后因为他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弥散啊 那因为他是一个指数大嘛 那基本演化logn的时间的话呢 那你就基本上有个很大的概率啊 你基本上可能就会像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你可能 其实其他的方案可能 比方说都是你可能往这边走了 但因为你演化logn的时间 他这个方向比较就特别快 那你基本上最后 你可能就是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点 那实际上理论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你这样子一个点 基本上就够了 就是说你这个函数值的话呢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 你在这个点的基础上 你在做梯度下降啊 基本上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的话是一个扰动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安点的附近 是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施加这样子一个扰动 它有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可能是说 因为这个扰动 也不是说这个算法的一个全部嘛 基本上就是说还是啊 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个梯度比较大的时候 你梯度比较大的时候 你就做梯度下降就可以了 也没有必要去借助 包括我们这个量子算法的一个帮助 但是基本上 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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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就是说你发现你梯度比较小了 而且你有一段时间 你又没有去扰动了 那你基本上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做一个比较短时间的一个量子模拟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模拟一个学定要方程的一个演化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其实放一个这样子一个高斯波包 你稍微演化一段时间 你就一下你就可以基本上 你就可以比较好的找到那个负的特征方向 然后你在你得到这个点 相当你演化的时间的时候 然后你做一个测量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做了一个测量之后 你相当于你基本上就到了类似这种点 那就是说 它在这个负的特征方向走的比较大 这种方向即使稍微 它可能往回去一点的话 基本上问题也不大 但基本上你就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 然后后续的分析中 你会发现啊 这个事情对于淘两点来说 基本上就够了 对啊 当然这个事情的话可能 直觉来讲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就是说 我想应该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是用这样子一个 薛定的方程演化的这个事情 主要是说你量子这个动力学 它可能是有这样子一个性质 但是基本上我们可能是说 我们从算法分析的角度来说 当然还是说我们可能 要看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说 你比方说你去演化 这样子一个薛定的方程 是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啊 或者包括可能你比方说 这个里面的一些误差分析等等 这可能是两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方面 那我们可能先说前者啊 就是说你去演化 这样子的一个薛定的方程啊 实际上总体来讲 像类似薛定的方程 这种的演化的话 那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事情啊 基本上啊 这个有就是这个 它属于quantum simulation啊 就是说量子模拟的这个范畴内 那这个特别来讲 可能对于像我们这种 连续空间一个薛定的方程的话呢 我们采用的是之前的一个啊 就是Charles等人的一个工作啊 就是说做量子的这个 平分方程求解系啊 基本上啊 这个的话呢 其实他的想法来讲 也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基本上 可能像类似这样子 这个平分方程 就是啊 包括在经典来说的话 可能要去做的一个方式 也是采用一个 有限源的一个方式啊 所以有限源的话呢 就是说你可能 因为你是个连续空间的话呢 那可能我们 是不是因为从这个计算机 做算法就来说 你可能想把它离算化啊 你可能打一些隔点啊 基本上要打的隔点呢 其实啊 对于这种薛定的方式来说 也不用特别多啊 基本上这个隔点的数的话呢 也是啊 总体来讲是比较小的啊 但是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打完隔点之后 你像这个啊 他基本上这样子的 一个平分方程的话呢 就推化成这样子的一个 关于实践的一个 长分方程 然后这个L的话呢 就是啊 可能表示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 二阶的一个平分方程的话 可能表示这个空间的 一个结构啊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L啊 它就是相当于 你这个隔点对应的 一个临界的矩阵啊 然后你这个F的话呢 相当于你这个函数啊 就是说因为 你本来要优化的 就是说这个函数F嘛 它现在这个里面的 一个适能的一个函数啊 但是因为你这个X的话呢 你对应的只是说 在这些隔点上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B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说 相当于啊 编码了你这个函数的 一个矩阵 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对角阵嘛 因为它其实对应 它没有考虑相邻的 一个顶点的 相邻的顶点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Nabla Square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拉布拉斯算子里面啊 都已经包括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啊 很特殊的一个啊 关于时间的一个 长分方程啊 那这个事情的话呢 其实啊 完全可以调用之前量子模拟 你算法里面已经有了一些结果啊 因为基本上的话呢 这里面就是这个L来说 它是比较大的一个矩阵 然后这个这个B的话呢 它啊 就是它但是它基本上 它是完全固定的 因为你这个空间 就是这个隔点 它它就是这样子一个隔点嘛 基本上就是 呃呃呃呃呃 是完全是跟你这个函数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跟你这个函数 有直接关系 就是这个B啊 但你这个B的话 实际上它是一个对角阵 那这个对角阵 关于时间的演化呢 或者说一个对角阵的 一个啊 一个密函数 那这个是直接在对应的 对角员去做密函数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总体来讲 啊 这个的话呢 就是啊 套用之前 比方说我们可能是用 Law and Veil啊 之前的一个啊 基于这个啊 啊 Interaction Picture 下面的一个量子模拟啊 这样子一个结果的话呢 啊 发现基本上像类似 这样子一个学定要方程 它的时间演化的花销 啊 基本上就是跟时间是成正比的啊 基本上你可能要演化啊 时间T这么长的话呢 你基本上花销 大概就是啊 T这么多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学定要方程演化 这一部分的话呢 其实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基本上还是啊 比较容易去做的啊 当然可能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啊 可能啊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近似吗 因为我们是啊 我们在我们知道这个安点附近的话呢 你这个东西 它只是近似是一个二次行 但其实它可能比方说 还是有一些三次项 或者说它有一些误差项啊 但总体来讲的话呢 其实啊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当然可能啊 需要用到一些数学的一些工具 但基本上就是 它这个算法是很鲁棒 就是说你可能有些噪音的话呢 实际上啊 是啊 不太重要的 那基本上所采用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啊 进入了发行分析里面的一些工具啊 基本上就是说 像你这个学定要方程 如果可能比方说有啊 比方说他加了一个别的一个 什么比较小的一个实能项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呢 来说的话呢 那你演化的误差 跟你真实的这个误差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可能啊 一个一个 一个关于logt的 就是关于时间的log的一个 这个多项式的一个关系啊 基本上就是对于啊 最后总体来讲 就是说你得到这个概率分布的一个误差 就是你当时不要演化特别长时间吗 因为就是比方说 如果你比方说你这个试函数 你你相信你把它计输成二次行 但因为你有这个计则 你有演化成特别长时间 那最后当然是会差的比较多了 但是基本上 因为我们演化的时间又不很长 我们演化基本上就是一个logt的一个时间 就是基本上可以让这个啊 指数大的这个弥散的效果 基本上可以足够了啊 那这样的计划呢 其实基本上你这个关于时间的logt 基本上是两个logt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的话就啊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是很鲁棒啊 就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个事情 那可能我们基本上 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给合起来的话 那最后的这个算法的话呢 是啊 长成了这个样子啊 大概来说的话呢 就是只要你梯度大啊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做梯度下降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采用的是一个加速的一个梯度下降 就是Nasdorov那个那个AGD那样子的一个方式 只是说就是说为了让我们这个事情吧 他最后可以逃离安点 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可能啊 你发现你这个地方梯度比较小了 然后你就有一段时间 你没有施加扰动的话呢 啊那你就施加这个扰动 只是说这个经典的这个 他可能比方说他通过一些随机性啊 他可能比方说我们画一个球 然后在这个球里面去做扰动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你模拟一小段时间 大概logN场这样时间的一个量子模拟 然后你到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 大家也可以觉得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经典量子混合的一个算法 就是我们用量子的部分呢 就是单约几天就感觉你在一个安点这个附近了 然后我们稍微去演化一点 演化一段时间这个薛定和方程 然后基本上这个时间的一个复杂度的话呢 就基本上是一个 过于N的这些的话呢 就是一个logN然后大家可能是logN除以这eps 1.75 经典的话对应的算法 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大概是有个六次号啊 这个啊在这个分析里面得到的话呢 是这样子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算法的一个啊 一个样子 那么我们可能啊稍微总结一下 那就是说啊 或者说比方说用几句话 简单总结一下 他这个地方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我们这个梯度够大啊 那你就做梯度下降吧 就是说我可能再重申一下 那你可能比方说这个地方 你就做加速的梯度下降就可以了 当然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梯度比较小的时候啊 你就做一个量子模拟啊 你模拟的时间只需要绕个N长啊 就可以了 然后你测量一下结果 然后你拿到你测量这个结果来说的话呢 那你就是说啊 你你你你到了一个新的点 那你再做一下这个梯度下降 你可能再做到跟这个迭代之后啊 然后就是你再回到这个第一步或者第二步 但是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的话 那基本上你才到了一个局部最多了 那可能接下来这个表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比较 就是说其实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我们这个梯度下降部分都是很经典的 其实是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说我们啊 可能需要扰动 需要施加随机性的时候 那经典可能他画了一个球 然后施加一个扰动 然后在扰动之后 他需要再迭代劳根部 然后他可以去啊 基本上可以离开这个安点 但是他基本上函数下降的比较小 因为他扰动半径 下降的还是比较小一点 基本上一处于劳根的五次方啊 但是量子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个常数的一个下降 就是说你可能啊 你每一次去啊 这样去做的时候 当然你这个演化的时间 因为你是一个指数增大一个过程 那基本上E的劳根次方 他才是N嘛 基本上是这么大 所以基本上你演化时间还不得 不是一个劳根厂这么多 基本上 然后就是说你经典来讲 你做梯度下降 这个倒是比较直观 你你做一次 你问一个oracle 问这oracle一次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啊 但是量子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你得用一个量子模拟算法 但是好在呢 这一部分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常数这么大的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拼下来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能经典的一个花销 大概是LogN的六次方 然后量子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LogN的一个花销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 那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可能啊 得到这个主要的一个结果 然后大概就是说 相关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情况 那可能我们后面的话呢 就是啊 我觉得可能啊 我也没有特别多时间了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再简单讲一讲 是说我们做的一些数值实验 然后以及就是说 可能最近后续的一些啊 一些发展 对 那可能数值实验的话呢 那我们啊 其实主要就是说 想去看一下 是说我们这个理论啊 实际上它这个效果怎么样 可能比方说 你基于这种虚的一个方程 模拟这种桃利安点的方式 跟你比方说 你经历的这种类似 随机梯度下降这个方式啊 它怎么去比 基本上来说啊 比方说我们可以选取一些 相对来讲 不那么二次形的 对比方说可以反映一些 它可能有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些安点 和局部自由的一些结构啊 比方说这个地方 可能我们选取了一个 特别说一个四次函数 然后我们去演化了一下啊 基本上它确实是有一个 极化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啊 标准的一个 这个高斯波包的话 你演化一段时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还是比较明显的 可以沿这个特征方向啊 它去负的特征方向 它有一个极化的一个现象 那你基本上 你一侧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去找到 这两个局部最优 啊 那我们这个实验 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图的话呢 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图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特意选取了 一个三次函数 当然这个三次函数 它的系数是都比较经过设计 就是我们要一个 什么样子一个现象 就是说可能我们在 这个圆点这个地方 它像这个地方 因为它打了一个结嘛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一个暗点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一个 也是一个 两元的一个函数 然后基本上 就是两元一个函数 X和Y轴 然后就是说这个中间 这个值 基本上就表示 它的那个函数值 这个大 就像这是一个轮廓图嘛 其实是 那就是说我们去 特意选取这个地方 打了一个结 就这个地方是一个暗点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一个山峰 然后这两边很高嘛 我们就是想通过去看 说你这个地方 有一个山峰 那你能不能就是说 跨过这个山峰 或者你能不能去 绕开它 但是你比方说 你去找到 它可以明显下降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相当于 有两条山脊的这个地方 结果发现 这个其实还挺漂亮的 然后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说 你演化这个轮廓方向 它其实 因为这个地方 刚刚有两条山脊 它其实都是有一点 这个 确实从可能 从波动的一个角度来 都有一些干涉的一些现象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条文 其实还是非常明显 基本上就是说 你量子这样子 一个波函数的一个演化的话 你却可以比较明显 就是说让这个函数的指能 它是基本上是下降 那你比方说 你经典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地方 梯度都是零嘛 那个经典基本上 这个扰动的话 这个时间对于经典算法 它费的时间 要明显要更长 基本上是 当然我们其实 不只是关于这个实验 关于一些其他的一些 我们是做一些 更定量的一些分析的 基本上总体来讲 就是可能你比方说 要达到同样的 这个函数下的时间 基本上可能 经典要复出的一个时间化 比方说可能 它是50轮的迭代 那基本上量子 可能比方说10轮迭代 基本上它这个 或者是时间这个尺度 基本上就是会 发现基本上量子 可能你达到的这个 这个结果 就已经不比经典去差了 然后包括就是说 可能关于为数的依赖 总民 可能经典说 他们可能比方说 是一个log的六次方 然后量子是log的 实际上通过数值实验 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觉得可能经典 它因为是这个分析比较难 因为我们也比较仔细 那里面的理论分析 可能说log的方次降低 确实不太容易 但是通过实际的数值实验 感觉其实可能经典 它的log的方次 并没有那么的那么的大 可能比方说 有一点像是这种 可能比方说 log的平方 可能有点像是这种 基本上大概是可能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常数 乘上log的方 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感 但是基本上量子 因为大家完全可以想象 就是说你这个弥散 基本上就是你 因为基本上就是 像这个地方 E的logN次方 大概就是N 这么大 基本上是 量子这个实验 基本上跟logN的时间尺度 是非常稳合 如果你演化时间不足 这个的话也是不够的 但是基本上的话 它就是一个 可能比方说这个里面 大概可能是30倍的logN 基本上 对于你这个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优化效果 基本上就是够了 所以这个的话 基本上是做了一些数值实验 然后发现确实是 我们这个理论 是make sense的 基本上确实是 对于优化来说的话 特别是非图优化 逃离暗点来说的话 这样子的量子算法 确实还是比经典算法要好 OK 那这个的话 其实基本上 可能关于逃离暗点的 这一部分的话 可能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对 其实这个工作 也稍微有一点时间了 基本上是21年正式发表的 但是这个基本上来说 可能是关于 非图优化来说 我们觉得比较成熟的 一些工作 但是其实总体来讲 就是可能像 非图优化相关的一些文献 就是说看经典方面的 一个发展的话 其实也是可能几个 比较简 就是比较核心 但相对来 就是作为可能 比较初始的一些步骤 因为你像逃离暗点 这个其实也是经典的理论 都是发展的相对比较好 但是在网上 我们说 一定说要到比较好的 局部左右 或者说到全局左右 到全局左右 都是NP难的 这个不大可能 其实但是说 一定要到比较好的 全局左右 或者甚至说 什么叫比较好的局部左右 那什么叫比较好的局部左右 那这个事情可能都是 有比较大的一些 讨论的一些空间 那这个的话 可能涉及到一些 建模的一些问题 因为包括可能 很多的时候 大家追求的不仅仅是优化 还有比方说像泛化 就比方说 像我今天可能 比方说 我们这是一个 好比说一个监督学习的问题 我拿了这些数据点 我做了一个神经网络 训练一下 效果还行 但我可能明天 比方说 好比说 我可能今天是拿北京大学的同学 数据去做的 但我可能 我明天我拿 清华大学的同学数据去做的 那你这个数据 可能它是 它是有比较类似的pattern 当然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些数据 如果你这模型不稳定 就是说你这优化空间 它或者说你这优化空间 它稍微晃动了一下 就是说可能因为 你可能比方说 因为你这个样本点 包括你可能学院文件 稍微有一点区别之后 你这个还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优化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个方面就是泛化了 泛化和优化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希望 它有比较好的这种性质 那这个的话 其实都是 也是非图优化的理论里面的话 大家研究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对 那基本上 不管怎么说的话 我们其实 目前来讲也是有一些 相对有一些结果 虽然可能不那么成熟 但是我可能也是 比较简单的分享一下 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希望就是说 你这个量子算法的设计 对于像优化 特别是非图优化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能做到更 全局的一些点 因为你像这个 逃利安点这个事 就是说你这个点是安点 我们要离开 我们要到一个这个局部最优 就是说这个二级稳定点 或者准确的数语来说 但如果说更global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整个都看 那我们希望它全局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值 那这个事情的话呢 相对来讲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些分析 基本上大概和谐想法 是非常像的 一脉相承过来 基本上我们也是要用 类似这种量子 碎出来的一个想法 来设计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 这个量子算法 那基本上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可能经典来讲 你比方说像这个 是一个比较对称的 一个这个二次式类 那你可能经典一个机械部 或者你经典放一个点 然后你做T2下降 怎么去搞的话 它可能也是比较难 从左边到右边的 但是量子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标准的 就是可能量子力学里面 我们会去分析的一些 包括可能比方说 如果是一个 有连续两个室内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你可能经典的一个机械部 你就是得跨过这个 再跨过这个 然后你到这边 但是你发现 其实你像演化 一个学定道方程的话 基本上就是它 中央可能临界流程的话 它确实这个地方 稍微比较高一点 但是它还是一个 比较迅速的一个速度 就是说可以从左边到右边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 可以基本上到这样子 就这个事情 其实来讲 是我们想要去补夺 然后这个也是说 其实刚刚在Quantum 这个期刊发表的 一个工作的话 实际上就 还是对于这样子一些 现象给了一些理论解释吧 对 基本上我们目前来讲 能做的 主要是这个 这个地方数学 有一点复杂 我们目前能做的 基本上是说 可能局部最优 都是比较接近全局最优 或者说是那种 Landscape 比较好的一些函数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对于空间探索 是可以做的很好的 就是像类似这种情况 因为像你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 所有的局部最优 都是全局最优 都是零 还说只是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量子可以比较好的 就是说你可能 不需要就是说 把中间的这些 卡都给卖过 但你比较 快的一个时间 就是说你可以 从左边到右边 像类似这个现象 是我们可能 这个project里面 比较主要去捕捉的 比方说可能我们 对于张量分解 这个问题 是做了比较仔细的 一个理论分析 所以张量分解 如果是二维的话 那就是 其实就是旗值分解 那当然就是说 很多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个 比较高位的 一个问题的话 这样子一个tensor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我给你这个tensor 但是你希望去找到 它对应的这些特征向量 就是这些aj 就是说对应的 这样子的一些 一些向量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你像张量 对应的这个函数 但是这个非常明显的话 当然就是局部最有解 都是全局最有解 那就是都是零 其实就是说 所以像这个张量分解 这个问题 我们是做了非常仔细的理论分析 比方说像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量子计算求解 总体来讲 像我们利用这个 陶利安点这个方式 对于这个sir 我们用这个量子碎川的 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去探索 这样子一个优化的函数 基本上你还是比较容易 去找到这些aj这些向量 然后当然可能 从比较纯粹的 一个理论的角度来讲 我们设计了一个 就是说有 有两个室内 是有两个 这个局部最有的 这样子一个函数 这个也是 比较选取了一些结构 实际上发现 对于可能这样子 一个函数的话 就我们可以证明 就是说对于存在 这样子非图优化的问题 就使得你可能 从一个局部最有 到另一个局部最有 可能经典要花时间 是指数大 但是量子只需要 多相式的实用 就是可以对于 特定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特定的 非图优化问题中的 就是说一个局部最有 到另一个局部 就这样的空间探索 这个问题 是可以证明量子的 指数级的加速 这个是我们 严格证明的一个结果 好 那可能 基本上我的这个报告 就差不多 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看时间也 占了时间比较长了 那基本上这个方面 我们可能也还探索了 一些其他的一些点 包括可能最近 比较火的一个话题 就受量子启发的经典算法 我们其实也是 在这个方面提了一些 受量子启发的经典算法 也是有比较好的复杂度 就是可以做到 log entry f1.75次方 这样子就是 基本上跟我们 得到这个量子 就是纯粹用这个量子 算来模拟学生的方程 演化这种情况 我们也提出了一个 类似的受量子启发的 一个经典算法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可能大家 还会注意到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好像是说你这个n 是做到了一个 量子的端然设夹 但你这个epsilon 你能不能做到 就是因为其实这个epsilon 也是有一个方次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我们发现 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就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epsilon 来自主要 就是来自于 梯度下降这一部分 但是梯度下降 这个事情 它非常时序化 就是大家想 这是一个迭代算法 就是可能 我在X1这个点 然后看了一下 它的梯度 我坐在梯度下方到X2 我在X2这个点 我看了一下 它的梯度 然后到X3 这个事情很时序化 不太像是量子能帮助的 然后基本上我们也 最近有一个工作证明了 其实基本上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epsilon1.75的话 基本上框它们是没有办法加速 就是这个地方的直觉 就是说这个T2下降 但是非常时序化 它不那么并行 就是不太是说量子 可以去利用这个事情 然后去可以做的更好 对 好 那可能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基本上就是为各位 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们最近关于非图优化 相关的一个量子算法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各位老师同学 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欢迎 现在包括这个 如果有比较长的一个问题的话 也可以欢迎邮件联系我 然后再次感谢大家 也非常高兴 今天有机会能给大家做分享 谢谢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后面 您做的这个工作的话 就相当于是那个受量子启发的 那个经典的那个 你可以做到这个的时候 你需要访问的那个Oracle是 经典的T度 经典的T度 就是经典的一节Oracle 因为你经典来是这样子的 就是也可以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如果你是经典的零节的 就是说我经典来 那你只能去算这个函数 但是你这个是一个N为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比方说你T度的话 它都是一个N为向量 实际上可以证明 就是说基本上 如果我只给你经典的Evaluation 你可以把它这个T度给复刻出来 就是你在一个点 你每个方向稍微走一点点 你做一个有限差分 那也是对一个T度 比较好的一个近似 基本上如果你是经典的零节Oracle的话 这个地方多乘个N差不多是 然后我们这个文章主要结果的话 但是讨论的是经典的一节Oracle 就是这个Oracle要访问这个T度 对对对 好谢谢 但是量子的不需要是吧 对量子不需要量子只需要Evaluation 好